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在大家的印象中 丹麥自古以來便是盛產童話的地方 其中不乏浪漫唯美的愛情故事 而現實生活中的丹麥人也彷彿連骨子裡都流著浪漫的血液 哪怕是王室公主也一心相愛 丹麥王室的歷史中曾有三位公主姐妹 三姐妹打小就是眾人的焦點 因為公主的身份 人們總是對她們抱以更多的關注 也對她們的婚姻故事十分有興趣 但是 這三段婚姻 其中故事真是大不相同 丹麥老國王這三個如華似玉的女兒 個個都氣之不凡 相貌驚人 在少女時期就文明歐洲 只要是三姐妹同框出場 絕對是牢牢抓住人們的眼球 三姐妹一起長大 感情一直很好 但卻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大公主瑪格麗特二世繼位成為丹麥女王 縱享榮華 小公主安妮瑪麗遭受命運的戲弄 度過傳奇一生 而身為丹麥二公主的本尼迪克特 身份也是非常的尊貴 但是 其實她的地位有一些尷尬 身處中間的二公主 任何一個方面都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 雖然很漂亮 但是在別人的眼裡她沒有小公主漂亮 而身份和大姐也不能相提並論 而且後來還被最為貌美的妹妹搶了老公 最後嫁給了沒落的貴族 一生過得平平淡淡 卻十分甜蜜幸福 對於封建國家的皇室之爭 大家肯定都有所耳聞 為了權力和財富 甚至有人對血親做出不仁不義之事 丹麥皇室的二公主本尼迪克特就遭受過這樣的傷害 當年希臘王储康斯坦丁是國王保羅伊氏的獨子 也是王位的唯一候選人 他自幼熱愛體育運動 擅長空手道 游泳等競技項目 曾在羅馬奧運會上代表國家取得翻船比賽的金牌 因此備受矚目 1959年 年僅19歲的康斯坦丁隨父母一同前往丹麥訪問 收到了王室的熱烈招待 西間 老國王弗雷德里克九世對康斯坦丁青睞有加 覺得此人年輕有為 是成龍快婿的不二人選 儘管當時三位公主都戴自閨中 但大公主瑪格麗特已被立為女王储 小公主安妮瑪莉尚且年幼 唯獨能配得上康斯坦丁的只有二公主本妮迪克特 弗雷德里克見二人年齡相仿 便有意從中前線 想將本妮許配給她 可誰知 康斯坦丁卻對妹妹安妮一見鍾情 當場提出交往的請求 彼時安妮才13歲 卻天生麗質 容貌出眾 素有歐洲最美公主的稱號 康斯坦丁初次見面就能敗倒在她的16群下 實在是情理之中 而本妮面對利益和名利卻不為所動 認為對方只是一個身份高貴的異國王子 她並沒有對她產生過多的感情 所以在得知對方看上了自己的妹妹安妮後 並向父親提出求取的請求時 本妮並沒有過多的情緒波動 甚至感覺如實重負 她真誠地為小妹感到高興 並祝她一生幸福 於是小公主安妮18歲時出嫁成為了希臘的王后 而本妮作為姐姐卻還是孤身一人在外求學 面對別人的議論和猜疑 本妮一點也沒放在心上 因為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在三個公主中 她是活得最大忌和最瀟灑的 她不受名利和名望的影響 在妹妹受人敬仰 做著風光無限的王后的時候 她沉下心來 做著自己熱愛的設計 學著自己喜歡的知識 本妮生在皇室 她的婚姻也是家族發展的籌碼 與其他國家聯姻是她逃不開的命運 所以 她最終也是嫁入了皇室 但她嫁給的德國親王只是一空有虛名的沒落皇族而已 雖然如此 但本妮在與這位德國親王理查德見面時 並沒有看不起她沒落的皇族身份 反倒對她非常尊重 事實上 本妮當時正值花容月貌 氣質不凡的時期 還有著丹麥公主的尊貴身份 追求她的人能從宮殿排到街上 其中也不乏有條件相當好的皇室子弟 但她偏偏在這些人當中看中了沒落的德國貴族理查德 儘管父母阻撓勸告 但她還是不顧一切的嫁給了理查德 當時的理查德年紀雖正值壯年 脫髮問題卻已經相當嚴重 幾乎已經是一個禿頭了 外在與本妮一點也不搭 但這對於本妮來說並不算什麼 本妮看中的從來不是一個男人的外在有多英俊瀟灑 理查德的幽默風趣和上進心吸引了她 和姐姐瑪格麗特與妹妹安妮相比 本妮的婚禮可以說是相當寒酸 沒有金碧輝煌的婚禮場地 也沒有絡繹不絕的上流賓客 理查德是沒落貴族 根本沒有能力為本妮辦一場盛大隆重的婚禮 但理查德卻盡她所能地給了本妮最真摯和炽熱的愛 在理查德晚年病重時 她還是強忍著病痛 陪伴妻子本妮度過了幸福珍貴的最後十年 雖然嫁給了沒落貴族 但本妮卻是三姐妹當中最幸福的一個 追求本妮的時候 理查德以她的風趣和口才掏本妮的歡心 贏得了本妮的青睞 在婚後 她還是一如既往地給予妻子跟年輕時候一樣純粹而炙熱的愛 他們的感情也越來越深 理查德的家族雖已沒落 但生活水平還是比平民家庭好上許多 更何況本妮本就不貪圖榮華富貴 婚後 本妮和理查德就一起住進了理查德家族的大城堡 他們育有一兒兩女 生活過的愜意幸福 他們過著富唱富隨的幸福生活 丹麥王室一直勸夫妻倆回丹麥 用貴族的頭銜和王室的繼承權作為魚兒來誘惑他們 但理查德表示對此不感興趣 本妮也不為所動 夫妻二人對權利和名望都不感興趣 他們只想過幸福簡單的小日子 這場婚姻無關名利 只有愛和相伴 服役支持理解 再加上不離不棄 實在是令人羨慕不已 另外 本妮雖然嫁給了德國親王 但是卻一直保留他的丹麥王位繼承權 認真履行他第十一順位繼承人的職責 他曾說 既然生來是丹麥的公主 靠納稅人的錢供養 那就應該擔負相應的責任 這一點不會因為時間的推移而發生改變 本妮工作狂的狀態 人盡皆知 據理查德回憶 有一次本妮去機場迎接到訪的挪威王后宋雅 理查德和孩子們站在人群中圍觀 他喊本妮的名字 孩子們喊媽媽 結果本妮正眼都沒有朝他們看一眼 本妮的這份責任與選擇 使得她常年因公務在丹麥活動 所以婚後兩人經常是分居兩地的狀態 但理查德對此並無怨言 坦言本妮開心就好 直到理查德晚年被病魔纏身 在理查德離世的前一天 本妮仍在工作 理查德走得毫無徵兆 本妮也沒預料到 導致兩人沒能見到最後一面 結婚後 本妮還是保持著原來的習慣 喜歡回丹麥參加王室的聚會活動 每每這時 本妮就在人群中熠熠生輝 冒昧如花 而理查德則在一旁 欺度不凡 蔓延寵溺地看著愛妻 其實 理查德原本也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他有參加政府議員選舉的資格 但礙於愛妻丹麥高層的身份 同時還有王室繼承權的緣故 理查德失去了競選的機會 本妮為此深感抱歉和痛心 但是理查德對此卻無所謂 她常常安慰愛妻 相比於當選高高在上的議員管理國家 自己更喜歡經營好自己的家庭 在外人眼裡 本妮是個盡職盡責的丹麥公主 但是在理查德眼裡 她是一個需要被寵愛 需要被照顧的小女人 理查德對本妮追求自己的事業沒有怨言 但是有時卻會小聲嘟囔 本妮是個連咖啡都不會泡的不完美妻子 理查德回憶道 本妮不會烹飪 不會泡咖啡 愛逛街 但又時常拿不定主意 到底要什麼款式 經常在四處穿梭在各種店鋪中 而自己也只好安前馬後的跟著 雖然她如此打趣本妮 但是從她的語氣中不難聽出她對本妮的包容與寵溺 就像本妮的父親所說 本妮是最具王室形象的人 即使是在心愛之人的葬禮上也保持著反人性的表情管理 她並沒有像孩子們那樣崩潰大哭 但是再怎麼強忍情緒 再怎麼冷靜自持 也還是不難從她的沉默中感受到她的悲傷 本妮的這一生有深愛自己的丈夫和還算富足的家庭條件 有可愛的一兒二女和幸福充實的家庭生活 可以說是真正的人生贏家 反觀三公主安妮瑪麗的人生實在是一言難盡 安妮成年後就立馬嫁入了希臘王室 成為當時歐洲最年輕的王后 同年 保羅伊士病逝 康斯坦丁即位 三年後 康斯坦丁的王位還沒做熱呼 就因軍方政變被趕下了臺 安妮也因此遭受牽連 丟掉了王后的頭銜 為了躲避政敵的壓迫 康斯坦丁夫婦連夜出討希臘 迫不得已流往海外 後來得虧大姐瑪格麗特二世的庇佑 她們才能在丹麥有棲身之地 其實 追逐向往中的愛情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基礎權利 但是也應該承擔相應的後果 不過 這後果無論是好是壞 我們都不該後悔 只要像本尼公主一樣堅持自己的初心 用最好的心態去面對 那我們就能經營好自己的愛情 收獲真正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 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